這邊是竹南龍鳳漁港的南堤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距離海邊最暗的風力發電風機 那我們看到這邊原來用這些沙袋 還有一些石塊來做為護體工程的位置 現在已經因為海流的關係 完全這裡被衝破了一大塊 然後可以看到這些沙袋其實都已經是坍塌了 甚至有一些都已經成為海洋廢棄物飄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原來在這邊打的這些大型的鐵板 現在外面的這些沙已經全部被掏走了 然後原來來做為這個類似擋土牆的這些石塊 也全部因為海水的沖刷全部攤了下來 那畫面上可以看到就是 你看這個原先都是在土裡面的 這些鐵板都是打進土裡面 現在還有一些土塊就是附著在這些鐵板上面 但是裸露出來的面積已經大概超過 大概有五六米的高 然後也可以看到這邊整個全部都是被掏空的 這邊的沙子全部都不見了 然後呢沿路往南走呢 會看到整個龍鳳漁港南提 一直到假日之深再往南大概五百米左右呢 就是龍鳳漁港南提往南推大概一公里左右 這個範圍呢整個的沙灘的地形地貌 都因為這樣子海流進來的關係呢 造成了很大的改變 這邊可以看到海邊保安嶺呢 除了它原來的腹地呢 已經被掏空往內縮了將近十到十五米之外 那現在也造成因為這些零頭樹跟這邊的原來的植物呢 因為它的根部吸收到的都是海水 鹽份過高的關係呢 可以看到現在都慢慢的在枯掉 那隨著每一次的滿潮呢 這裡的那個沙子呢就不斷的被掏空 然後嚴重一點就會整塊的這樣子 像攤方這樣子攤下來 這裡是近岸掏空比較嚴重明顯的地方 就是原本整個是上面有看到一個自行車平台 那這個自行車平台呢 現在它往外延伸的這個沙地呢 只有剩下不到一米 過去大概有十到十五米 那現在整個就是呈現一個很大的斜坡的狀態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呢 整個就是一個滑坡 整個零頭樹呢 全部都因為底下呢 沙子掏空的關係 全部都滑落了下來到沙灘邊 這是假日之深到沙灘的入口的小徑 那沿著這個小路呢 往南看 現在整個沙子呢 沒有綠色植物的地方呢 都是近一年來 就是因為這些沙子的沖刷呢 它崩下來了 那我們在往南看大概一百米左右呢 那邊就比較沒有這樣子的現象 不過也不斷的在影響 那麼根據過去兩年的觀察呢 整個海岸地形地貌的轉變呢 最大的只有龍鳳港南堤這個風力發電機 它的這個裝置的工程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 增設出來的一個地基的基座 形成了土體的效應 讓這個海流進來的時候呢 造成整個海岸的一個沙子的一個掏空的狀況 我們不曉得 這個希望有關單位呢 能夠給予重視 不然的話 我們的國土一直在流失當中 在這個沙灘的至高點 有一個過去的海尋屬的哨所 現在是苗栗縣的青年創業基地 那以前這邊呢 有一個很大的土地 現在呢可以看到這個土地 比這個廢棄的哨所最近的地方 剩下不到一米 可能依照這個速度在一兩年當中呢 這棟建築物就會變成圍樓 本來在這邊打的地界樁已經全部都倒下去 然後被海水沖走了 那剛才報導的是苗栗縣竹南假日置身 龍鳳港南堤的這個水域的海岸掏空的狀況 如果可以放在天津的海岸上